马航客机失踪第37天 航空专家担心 黑箱已经的电源已经耗尽 搜寻范围在连续几天缩小之后 今天又再次扩大 马来西亚代交通部长西山木丁 则是否认了媒体的报道 指副机长在客机从雷达消失前 曾经用手机打过一通电话 马国媒体引述调查人员消息 指副机长在客机低飞经过槟城时 曾用手机播出一通电话 西山木丁澄清 马国当局并不知情 西山木丁透露 马国总检察长目前仍在英国 同国际民航组织 以及专家团商讨黑箱的归属权 搜寻方面 国际搜寻队伍自星期二起 就没有再发现新的疑似黑箱脉冲信号 进一步加深了搜救人员的疑虑 黑箱的电源可能已经耗尽 澳大利亚方面将今天的搜索范围 扩大到五万七千多平方公里 参与行动的有十二架飞机和十四艘船舰 马航客机失踪事件发生至今 已经重创了马国的旅游业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游客 这主要是因为马国在中国 收到一些负面的报道 事件发生后 约三万个中国游客取消了赴马的行程 有分析师认为 对旅游业的冲击 也可能蔓延到其他的经济领域 对旅游业